这个女大学生下海当老师 可没想到同班同学成了她的粉丝 她对罗拉说 我的硬盘里全是你的种子 罗拉只能承认自己下海赚钱 但希望同学帮她保密 可没过两天 同学就把秘密说出去了 这可是美国前十的杜克大学啊 所有学生都投来一样的眼光 罗拉受不了同学的非议 就来找闺蜜诉苦 可闺蜜觉得现在的热搜都是她 如果持续发酵 那你的人生就完了 于是带着她来找学校周刊的主编 希望周刊帮自己发声 带带节奏 可主编觉得学校是神圣的 你当了公交车 还不让同学平头论足 这也说不过去啊 之后的日子里 同学们更加肆无忌惮 上课的时候 都把她发到网上换取利润 下课的时候 却用水平攻击她 甚至有的男生刺到 要包要当男主角 罗拉崩溃了 她只能打电话诉苦 而且告诉妈妈自己 是爱情动作片的演员 可父母非常不理解 甚至是不愿意为她 很快罗拉的事情被媒体关注 毕竟美国前十的 杜克大学学生竟然下海赚钱 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 罗拉一份填膺 大家喜欢看爱情片和动作片 为什么爱情动作片都不被接受 女生批评自己是公交车 可他们的男朋友都有自己的种子 宁愿看我的小电影自己那啥 也不和你们那啥 节目已经播出 父母觉得颜面扫地 同学们开始更加讨厌她 就连片场的各位老师 也觉得她太嚣张了 罗拉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可这是一个女权组织找到了她 非常认同罗拉的大胆发言 电影最后她竟然摇胜一遍 成为了女权组织的领导者 如果你是罗拉 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赚取学费吗 请在评论区发言告诉我